鸡菜牛肉大馄饨 大家好,我是宝天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鸡菜牛肉大馄饨的三种吃法 我们先来做馄饨馅 牛角肉里放入黑胡椒粉 搅拌一下 加点生抽,搅一搅 分两次放入鸡菜,拌一拌 加盐,再搅拌 打入鸡蛋,搅拌均匀 最后加芝麻油跟牛肉馅混合均匀 这个馅也可以用来做肉炭圆或者油面筋菜肉 接下来是包馄吞乱 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 还真的有些难度 这是我练习后的成果 我觉得买香还凑合 水开后,放入馄饨 为了不让馄饨粘锅 把水浇动起来 盖上盖子 进一步时,把馄饨皮煮熟 冷水开始猫泡后,打开盖子 加入一些冷水 把馄饨馅煮熟 等水再次猫泡 馄饨就煮好了 盛出来备用 第一种是烫馄饨的吃法 碗里加入适量的盐 生抽、芝麻油、水 放入馄饨 最后加点白胡椒粉、葱花 第二种是冷馄饨的吃法 碗里放入数量的芝麻酱 生抽、醋、辣椒酱 混合均匀 馄饨放凉后,蘸酱吃 第一、第二种是上海大馄饨的干式吃法 第三种是油煎馄饨配土耳其蘸料 开中小火,锅底吐一层油 放入馄饨 加适量的水 盖上盖子蒙两分钟左右 打开盖子 馄饨表面涂点油 翻面把另外一面煎到焦黄 我们做个土耳其饺子的酱料 跟种式馄饨一起吃也很配 开小火 锅热后放入黄油 黄油融化后 加适量的辣椒粉 干薄荷 盐 不吃辣的可以把辣椒粉还成天椒粉 要注意天椒粉容易烧焦 要控制好火候时间 等辣椒粉和薄荷的香味出来后 关火 在馄饨上面倒一点蒜奶 再放一点蘸料 就可以开车了 好 以上就是混沌三吃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呢 对我来说 三种都很好吃 阿菲徒孙 请慢用